被连根拔起的大树会不成形的车子 昨天晚上狂风暴雨袭击玻璃市 一个小时半内发生两宗意外 夺走五条人命 其中一名死者更是临盆在即的27岁妇女 事发当时约9点半左右 妇女女丈夫和4岁女儿刚探外玩母亲 怎么知道在回家途中 叫声因为雨天怒滑失控 与迎面而来的轿车相撞 夫妇俩双双相命 腹中的宝宝也救不回 仅剩的女儿则受轻伤 而另外两轿车司机也惨死现场 车内的妻子和两岁女儿重伤昏迷 四个月大的宝宝则受轻伤 另一起意外的死者 是一名15岁的摩托车骑士 昨天晚上11点45分左右 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压中 当场声握 本次的狂风暴雨 导致至少157特数被大风吹到 就是恶不家庭 38所学校受到影响 消整部队从昨天晚上至今 努力展开深远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